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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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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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双航母编队可以投入六个中队进行攻击性的打击作战 如果是在高强度的战斗状态下 每艘航空母舰上的舰带机连队在每个飞行日一般只能执行12个小时的任务 因为在经历了高强度的飞行任务之后 所有的舰带战机需要进行维护保养 而人员也必须得到充足的休息才能够保证执行下来的接下来的战斗任务 而双航母编队则可以保证他的舰带航空兵 在24小时内持续不断地执行作战任务 除了航母本身 双航母编队也带来了更多的护航舰艇和辅助舰艇 舰队防空和反潜巡逻等各种作战任务 我们都知道航空母舰它向来不是单打独斗的 必须有大量的护航舰艇和辅助舰艇来保证航母本身的安全 我们还是以美国海军为例 它的当航母战斗群通常都便有两艘提向德罗加级导弹巡舰 和四艘阿里婆克地导弹驱逐舰作为编队的鼠舰 为航母提供护航 此外还通常会编有核潜艇以及支援保障舰支 提供后勤保障 而双航母战斗群中它的护航兵力翻了整整一倍 不仅相当于每艘航母都可以获得翻倍的护航舰艇的支援掩护 同时这些舰艇也能够提供更大的防御动身 以防空哨舰为例 两艘潜出40公里的导弹驱逐舰 它一共可以提供200公里左右的防御重身 而如果是四艘防空哨舰的话 它可以提供的防御重身则可以高达270公里 而如果执行舰队防空作战任务的话 而如果执行舰队防空作战任务的话 四艘宙斯盾可以提供的防空掩护范围大概是150公里左右 而如果是八艘宙斯盾舰则则可以提供200公里甚至以上的这样的掩护范围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防护的纵身并没有与护航舰的数量呈正体扩大 这也说明防空舰的密度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不仅增加了对对方的突防距离 而且更是大幅度的增加了对方突防的难度 我们可以看出双航母编队无论是攻击能力还是防御能力 它不仅仅是单航母编队的两倍 而在舰载机的集中攻击的火力上 甚至接近于单航母编队的三倍以上 虽然双航母编队的目标肯定要比单航母编队更加明显 也更容易遭到对方的攻击 但是更高的防御密度它也提升了整个航母编队的生存能力 本期火力无限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海军军事问题专家王玉飞老师 以及中外建文的主编李田峰先生 欢迎二位 我们都知道在不久之前我国的首艘国产航母 也是中国海军的第二艘航母 进行了第九次出海远航试航 而且是第一次进行了跨海区走了远海 首先我们请教一下王老师 您看一向这个辽宁舰包括后边我们建造的国产航母 这种大型航母 从开工建造到正式入列服役 中间通常要经过哪些过程呢 这个周期还是比较长的 首先要搞生产的研制 科研到生产还是有个过程 生产要研制一个它的生产的工艺和流程 这也是一个研制 研制完了以后呢 在工厂要建立一个条生产线 这个生产线是针对这个航母来搞的这个生产线 这个航母的生产的每一个步骤 它要进行布设它的线路 才能够进行生产 那好生产线布设完成以后呢 要布农果 过去呢是像过去的航母 先铺农果 当然现代航母的造舰方式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是分段建造 也就是说不是一下铺开的 也就是说进行分段的建设 每一段建设好了以后 然后再拼装 整个舰拼装完了以后呢 然后进行下水 下水完了以后再吸装 吸装就是舰上的这些设备 包括火炮电子系统啊 比较精密的 精密的这些东西 那么进行下水之后的这个任务 吸装完了以后呢 要进行试航 就是航行的试验 这种动力系统 推进系统怎么样 航行完了 航行试验完了以后呢 要搞要搞这个武器系统的试验 试验完了以后 还要根据这个试验大纲 进行验收 验收合格了 才能交付部队 下边有几个问题 请教一下前方 就你所知这个 这个从这个开工建造 到下水入列这个服役这个时间 肯定有长有短 长可以长到什么程度 短可以短到什么程度 长的话就可能 比如说法国大高乐航空母舰 大高乐航空母舰 从1987年它就开工了 但是直到1994年它才下水 期间可能有一些因素 是由于那个法国的 因为冷战结束 国防预算的缩减 这是个特殊情况 对对对 它造成一些更期的延误 但是7年的工期 确实是已经算是比较长的了 但是又从它的那个 服役测试上来看 它从1997年开始第一次测试 但是它第一次测试的时候 就发现在那个大西洋恶劣的海况下 它的那个西洋大型进来机 比如说ERC一型机 在它的戴高乐航空母舰甲板上 因为那个海况造成了一些 那个舰体摇摆会得的误差 在设计时 没有考虑到这些设计的荣语 它在第一次还是结束之后 又马上回到测试上 进行了为期一年的那个改装 据说甲板过程 对对 加了有五六米的甲板 它这个到最后戴高乐航 一定进行了将近15次的试方测试 可以说它的大型舰艇的试航 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在设计之初 不可能把每项工作都做得尽善尽美 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考虑进去 通过不断测试 大范围的远航 它才能够设计考虑不周到的地方 给找到 给改出来 比如说它还在那支远航的过程中 那个螺旋桨掉了一个很精明的一个 螺旋桨都掉了 如果这个在服役的时候 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 掉了一个螺旋桨 那可能是根本不能想象的事情 所以说大型舰艇的试航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下面问题我们请教云飞老师 你看这次我们首艘航母 还担负了一些科研实验的任务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了 你看我们第一艘航母 辽宁舰当时叫科研实验训练平台 按理说担负这些任务是情理中 这条件大家一般认为不是实验平台了吗 不是科研平台了吗 怎么还带着科研实验的任务去进行这次我们讲第九四海誓呢 应该是这样来讲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啊 没有一个军舰是一模一样的 即使是同型舰也是如此 拿美国的伯克捷驱逐舰来讲 伯克捷驱逐舰1991年开始下水 现在已经到了基线九 最后下水的伯克捷驱逐舰和约军舰有了天壤之别 我们的这个航空母舰也是这样的 瓦良格号的航空母舰那什么时候下水的 那是1988年11月25日下水的 所以辽宁舰它的那个舰壳整个这个舱石的布局啊 是88年的设计的标准 88年30多年设计标准了 那么中国的首缩航母确实呢有很多部分呢是借鉴了辽宁舰 但是实际上不可能用30多年前那个设计的思路 它那个舱石的布局 来泡我们这种 来泡我们这种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消除失旅了 消除失旅了 它的通信导航电子航空管制 它的舱石的布局实际上完全是一个重新设计 重新建造的一个新建 那么这个新建造出来以后 当然要进行测试和验证 要进行这个科研的试验 这才能找到它质量的问题 才保证质量合格 所以这个第二艘航母 也就是中国第一艘的国产航母 一定要经过一系列的科研试验验证 才能够达到我们设计的质量标准 所以这个过程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下面问题请教一下田峰 你看啊 这个我们讲这个 现在大家都在念叨这个事 特别是军迷说 马上两艘航母了 那么请教一下 从国外海军 特别是像美国这种强国海军 这样一个经验来看的话 那么双航母编队跟单航母编队相比 它的作战能力通常会提升哪些呢 会有哪些提升呢 航空母舰数量上升 最主要就体现在 它的舰载机放飞的数量 就是会有成倍的提高 航空母舰的作战方式 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那个执行至海作战 通过舰载机打击敌方的船尾舰艇 和航空兵的有生力量 达到控制这片海域的目的 另一种就是咱们的对陆武力投送 通过舰载机轰炸敌方的目标 协助自己的地面部队 达到攻占敌方的地面目标的目的 从这海多战上来说 它还有一个有点就是 它能够带来一个护航舰队 护航舰队数量上的减少 并不是说护航舰 一艘航母可能会需要十艘护航舰艇 但是两艘航母可能就会需要二艘护航舰艇 并不是这样的 两艘航母的护航舰艇减少之后 它可以造成它的整个护航舰队一个规模的减少 你比如说在那个苏联解体之前 苏联美国海军曾经进行过一个 名为高潮演习的 海上大规模技术演习活动 因此美国海军的战斗群 直接开到苏联的巴伦之海 接近苏联流土几百海里 但是苏联出动了很多远程轰炸机 包括它的发射的海洋泰测卫星 都没有准确掌握到 每个海军航母的准确位置 也就是说在大洋作战的时候 尤其是在远洋作战的时候 隐藏自己的本身 航空母舰战斗群的位置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双航母编队所带来的 护航舰艇的数量的少许减少 能够缩小船团数量 对于这方面是有很多提高的 我们请教袁平老师 从您的角度看 特别是从海军作战的角度看 双航母编队跟单航母编队相比 它有哪些优势 再加一个问题 还有哪些难题 当然双航母编队与单航母编队相比 它的作战能力是成倍 或者是成两三倍之上的 经常一加一大于二 是大于二的 两个航母编队它的作战飞机加起来 有可能就是14050架 这个作战飞机的数量 常常是大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 它所有作战飞机的数量 几乎可以灭国了 但是双航母编队使用起来 也还是有很多特殊的地方 比如说它的空中管制问题 刚才提到 一个航母编队七八十架飞机 两个航母编队每天起降的飞机的架数 可能有三百来个架次 那么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之内 既要保证它起降的安全 还要保证你整个航母编队的行动的安全 那么那就很困难 相当于两个机场给并在一个很敏感的空域里面了 对对对 这和陆地机场还不一样 一旦一个航母上面如果出现了降落和起飞的事故 那好了可能几十架上百架在空中的飞机可能就降不下来了 就会可能降落地如果在大海之上就会出现灾难性的事故 所以它起降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火力通道的分配问题 火力通道的分配问题 火力通道分配问题 那么两个航母编队它要担负比如说对陆打击 对海打击 对空打击 反潜等等任务 那么两个航母编队它要协调使用 它要避免在一个方向上面用过多的兵力去进行打击 那么可能在另外一个方向就会出现剥落的环节 所以要协调这个火力的时候 要统筹 要统筹 不管是防空 比如说一架飞机来的 你所有的舰艇都打那架飞机 那就是火力浪费 还可能在其他方向出现剥落环节 这是要避免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补给的问题 两个航母编队进行作战的时候 一定要避免两个航母同时补给 如果同时补给 那它的作战能力同时就会出现一个空当期 而且你补给也补不上 它补给船是有限的 这是巨大的灾难 可是一般航母作战七天之后 它就要补给 就要退出来 那么另一艘航母一定要处于待战的状态 否则它就是一个灾难性的事故 一定要避免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编队的队型的变换问题 你看着航母编队好像是一个队型 其实不然 航母编队它的防空的队型 比如说是环形的 收钱它是紧密的队型 还有对陆打击的队型 对海打击的队型 是不一样的 包括反舰队型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的 所以每个时期它的队型都不一样 要经常进行变换 这一阶段进行反舰 可能下一阶段进行打击 马上要进行编队的变换 这个也是要统筹协调的等等 所以航母编队 当形成双航母编队的时候 它的作战指挥控制难度 不是一倍两倍的阵状 也是成好几倍的阵状 确实如你所说 一方面双航母编队 跟单航母编队相比 作战能力的提升 可能不是一加一等于 而是大于二的效果 也是对一个海军 运作航空母舰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下一个问题 我们请下来天方 你看你觉得像两栖攻击舰 或者像日本的直升系航母 这个出运机这种 这种就是大概是这种样子 准航母 跟重型的美国这种大型航母相比 你觉得它的作战能力的差距 大概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那个轻型航空母舰 相较于咱们的那个两栖攻击舰 他们作战能力的提高 就主要体现在 它能够执行那个防空拦截截击任务 轻型航空母舰 而且也相当于重型航空母舰的差距 主要就是在舰载机的 正型舰载机和舰载机数量的不足 轻型舰载机 这些吹嘴吹起伤战斗机 和正型舰载机的战斗力 真的是有天差地别的一个差距 在防飞数量上 一架轻型航空母舰 最多就十几架 不超过二十架的舰载战斗机 但是一栏轻型航空母舰 动辘四五十架 七八十架的数量 对轻型航空母舰 都是碾压式的存在 所以说日本韩国这些轻型航母 目前来说还是准航母的东西 虽然还不能冲入为轻型航母舰 如果以后能够搭载F-35B战斗机的话 也只是一个十余架不到十佳一个存在 它能够带给日本和韩国一个跨洋打击一些 争小国家的信心 但是面对正规的正型航母舰 还是难以招架的 那么下一个问题我们请教这个云彬老师 你看即便是像美国海军 像尼米斯基 包括未来福特基这种大型的核动力航母 可以讲我们在世界上那是无人能处机有 现在它也不可能随心所欲 毕竟现在很多国家发展的反舰导弹技术 甚至包括我们讲弹道导弹的反舰导弹技术 您觉得在未来面对越来越大的 仿航母作战能力的这样一个压力之下 说到底它为什么不能被取代 是这样的 尽管现在条件之下 重型航母的作战使用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它的弧动空间比以往要减少很多 但是要知道到目前为止 整个作战平台航母编队 现在是作战能力最强 包容的作战的种类 作战的武器的种类最多的一个平台 所以它在现在条件下 还是没有能够替它 你要知道一个航母编地 它现在对陆的打击众生 可以达到两三千公里 没问题 对空的打击半径可以达到一千五百公里 反潜的半径地点两百公里 紧密成五十公里 那么要知道 现在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人口 是距离海岸不足二百公里的范围之内 都在沿海 都在它打击范围之内 都在打击范围之内 所以美国航母一旦遇到危机 它哪个地方都可以去 不管你是在沿海的 还是在内陆的 它都可以执行这样的任务 所以航母编队在未来二三十年之内 它还是一个重要的打击的平台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那么这是在作战的时候 其实在平时航母还可以肩负 很多非战争的军事行动 非战争军事行动 比如说强险救灾 人道主义救援 咱们举一个例子 在2010年海地地震的时候 美国派出了一个航母 卡尔温森号 这航母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第一个它起到了临时机场的作用 地震以后 所有的航空系统 毁了 没有机场了 怎么办 那好 它就是一个临时的机场 起到了转运物资 人员等等这样的作用 我帮你了一套 我帮你一套 机场就有了 还成了一个指挥控制的中心 第三个 它是一个重要的电站 那么地震以后 直接给你查电 直接给你查电啊 现在航母大一点的 它的发电量可以达到四十万千万 那么临时应急的供电 它就够了 相当于一个中冷城市的电厂 第四个 它是一个重要的临时机救的机救站 因为航母的平台比较大嘛 救助商员就在航母上面就可以展开了 还有一个作用 它是个临时的供水场 那个地震有个水场也强化了 它可以海水可以淡化 淡化 临时的应急的用水 它都担负起来了 所以航母它不光是一个作战的平台 也是一个强险救灾 人道主义救援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没错 正如云飞老师所说啊 这个到了战时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战时条件下 虽然航母面对很多的威胁 但是还没有人能够取代这样一个角色 没人能听你 那你就得扛着 美国总统一旦有事 不管是平时还是战时 都会问出那句这个霸气十足的话 美国的航母在哪里 我们也非常期盼的 未来有一天 中国我们也一旦有事的时候 能够问出同样的话 中国的航母在哪里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关注这一期的火力无限 也希望大家有机会 下一步继续关注火力无限 谢谢大家 再见